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看你大伯 今天非常的開心要來跟各位分享一台 我非常喜歡的來自於義大利的車種 也是站在我身邊的Maserati Quattroporte GTS Maserati Quattroporte 這個語調聽起來非常有義大利的氣息 不過實際上我們把它翻過來 它就叫做Maserati四個門 說真的既簡單又有點粗暴 不過想一想還真的是蠻務實的 為什麼?因為它真的就是四個門 大家有沒有看到葉子板旁邊一排字 叫做Pina Farina 也是義大利非常著名的一家設計公司 那當時的設計總監叫做澳山親行 也叫做澳山鑑 Ken Okuyama所設計的一台車 那它當時手上所監督的車款 說真的每台都是經典 像是法拉利的Enzo 612 599 甚至還有456M 都是出自於它設計的手 當時它在設計這台Quattroporte的時候 它就有講到 我把它當像我自己的小孩一樣 它終究會成為經典 我老實說這句話真的很帥 不可否認的是 現在在看它 它的確是一台經典好車 這款車生產的期間為2003年到2012年 這9年期間歷經了一次的小改 屬於是第五代的車型 我記得它9年期間的銷量是25256台 說真的9年期間把它換算下來 其實你會覺得它的銷售數量就還好而已 不過你不可否認的是 它在馬沙大帝的歷史之中 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再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引擎的配置 這台車型的代號是MV39 4.7 V8 引擎是沿用法拉利F136 V8自然進氣引擎 也是當時法拉利算是末代的自然進氣引擎 你看得到的車型可能在F430 F458都看得到它的身影 前中置引擎後輪驅動的跑車平台 馬力440匹扭力49.9 它有前47後53的完美比重 你與其說它稱它為一台大型的豪華房車 那倒不如我們應該稱它叫做四門的超級跑車 而且是由法拉利設計調校的一台四門超級跑車 2008年隨著小改款上市之後 它原本的引擎從4200cc更換到4700cc 也更換上了全新的ZF自排變速箱 那換掉早期 那就是應該說大家令人詬病害怕的那顆變速箱 叫做Dew Select 單離合器的變速箱 因為那顆變速箱的整理費用 保養費用真的有點蠻誇張的 聽說大概開個三萬公里左右吧 大概就要花個二三十萬的台幣來整理 所以當時菲亞特從法拉利把馬薩拉利接手回來之後 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那從16500個零件之中 更新了4800個零件 那原本也從乾式的油底殼 換成濕式的油底殼 那配重的部分呢 因為換上全新的變速箱嘛 所以原本的4753改成4951 也是非常完美的配重 那這代表什麼呢 車子更好開了 毛病也更少了 十幾年前的內裝呢 沒有辦法像現在的新車這麼豐富 不過呢 一上車的感覺 給你的那種衝擊感呢 你會覺得 就是復古之中帶一點粗暴 粗暴之中又帶一點狂野 狂野之中又帶一點 我好想開著它出去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經典指針式的儀表板 那中間的那個DIS呢 就附一個微彩色的電腦給你參考 可能說打開門啊 雷達大概就是這樣 都是全英文的 再到了往外看呢 你會看到這兩片 它的非常大的換檔撥片 說真的這個手感非常的好 而且在PAT的時候 很有感覺 真的很有感覺 那再到了方向盤部分 就不用了 方向盤就是一個非常戰鬥氣息 上面又包著雞皮 中間Masadi Logo 一個非常戰鬥氣息的方向盤 那在中控台的部分 中控台就做得更簡單了 那它是全英文的介面 當時的導航也是非常old school的導航 我沒有做任何改裝 那電話我是沒用過 再來就是空調的部分 就是這麼簡單 講句實在 如果跟德國車跟義大利車來比 內裝當時的設計 那個年份的設計來說 我覺得義大利的設計 所以似乎有這麼落後的那麼一點點 稍微落後的一點點 它也沒有美鑰匙系統 還是一樣是用轉鑰匙的 不過它做了一個非常高級 帶點高級又典雅的一個吸門的那種 磁吸的開門方式 等一下試給各位看看 來 非常高級的磁吸門 它有兩種 它一種是按按鍵的 你就會覺得比較 要出力 那有一種是磁吸的喔 哎呦 哎呦 有沒有看到 滿滿的高級感啊 OK今天簡短的分享 也大概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次 跟各位來分享陸式的感受 這一台車呢 在台灣呢 可能大家會覺得它是個冷門車啊 是個毒藥啊 它生的是一台好車 好的車你真正的就是要去了解它 去感受它 你才會知道它帶給你的那種 快樂你懂嗎 真的是非常快樂 那種感覺 好啦 總之呢 喜歡我頻道的朋友呢 各位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來我叫老婆出來講一下 她說提醒我一定要把它講好 今天是我的小幫手 最重要的是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看得到大伯 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Masadrati Quattro Porte 這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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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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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